是輸入1到多少的一個文字輸入盒 所以特別注意喔 待會請各位再加一個這個 那我希望可以把這個第一個就加這個 就是在畫面邊排 那第二個的話呢 再去改程式 可是問題程式部分的話 我們剛剛是只有寫到1到99 有沒有或者990 那所以這個要把它丟掉 這個就不是用它 那可是問題到哪裡的話 是由誰決定 由文字輸入盒裡面的資料 所以你要把文字輸入盒裡面的資料 所以你可以看缺口 其實就取得文字輸入盒裡面的資料 它的資料就文字 所以你可以往下看文字輸入盒裡面 文字輸入文字 記得不要找錯 因為我發現同學常常就找錯 在這裡 文字輸入文字這個 文字輸入文字 那你把它拖拉過來放進去就好了 不過有的時候同學好像都選錯 比如說它好像我記得之前有同學說 明明是文字你為什麼多顏色 那你這樣一run馬上就有bug 所以如果你要改很簡單 改成文字輸入盒裡面的文字 所以這個點有點像的 文字輸入盒裡面的文字 這樣就OK了 所以文字輸入盒裡面有這麼多屬性 這個叫屬性 它其中有一個叫文字 好 那這樣的話我就根據 你輸入的文字 那我幫你計算出來結果 把它輸出到ANS裡面 這樣就OK了 再來的話我就把它打爆一下 那一樣就是 把這個結果給輸出 那結果應該就OK了 所以Check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程式真的還蠻簡單的 如果比起以前那種 最早我記得在寫APP都是用Java 真的是非常非常麻煩的一個環境 如果跟這個比起來的話 這個環境簡直是太 太友善了 以前的環境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友善 而且沒有多久前 我大概十年前都在教APP 那時候其實非常流行 可是寫APP的環境都是用那個Java的語言 非常非常複雜 最後我們來run一下 最後的話其實一樣把這個APK下載 然後再把它run一下 它會重新再把它執行到夜神模擬器裡面 那這個時候會多一個 不過這上面好像多一個什麼 文字書的提示 所以這個提示將來你們應該可以再把它改一下 這個裡面的提示好像預設是這個 所以這個應該改成什麼 請輸入 請輸入 預加總的那個吧 OK 你這個可以自己再改一下 那我把它改成1000好了 1000會不會太多 1加到1000等於多少 執行一下 有沒有500500 OK 好應該沒問題 它有個問題 好像這個輸入的字好像太小了有沒有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再另外有一個可以變動的就是這個地方的字的大小改成30好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文字輸入盒可以改兩個地方一個是字體大小一個是提示 提示 提示的話呢 就是說呢 比如說可以說請輸入 這就是輸入 這輸入法 反正就給一個敘述 就讓它知道說呢 你到底要輸入什麼數字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範例的話呢 就是1就是加總1到n這個範例